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来看看 音乐训练真的可以改变大脑的网络 阳明交通大学花了十年时间研究 比较声乐家 钢琴家和一般人大脑的差异性 结果发现音乐家的大脑当中 信仁和跟全脑连结有明显的增加 未来除了可以运用在艺术人才的专业教育训练 也可以对神经损伤 或者精神心理创伤的病患 提供治疗 重新恢复大脑连结 优美旋律搭配高难度的美声唱腔 唱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真爱与救赎的故事 另外一边坐在钢琴前 双手飞快地在黑白琴剑上跳跃 弹奏出动人乐章 一天几个小时的练习几乎是这些音乐人的日常 只是音乐不只能够疗愈人心 长期学音乐对大脑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阳明交通大学花了十年时间研究跟台北艺术大学学生合作 找来钢琴 声乐 弦乐 美术 舞蹈 打击等 不同艺术领域主修学生透过MRI扩散词证平谱奏影 非侵入性的方法研究大脑 神经网络 平常上检查床环环境到狭窄的床舱进行脑部扫描 我们现在先扫的这一组是高解析度的大脑结构影像 由于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可以从MRI扫描出来的脑部结构图拆成灰直跟白直两个部分 其中位在表面的灰直是由脑细胞的神经元所组成 负责发号施令 而白直就是神经元延伸出去的神经纤维主要负责传递讯息 像我们这次这个研究主要是扩散张量的影像 DTI影像 那它就是利用水分子扩散的方式 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的讯息传递是借由神经纤维 Fiber来做传递这样 所以在DTI这个影像上面 我们就是追踪的是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那个神经纤维的一个走向 然后来去确认说不同的脑区之间它的连结 透过资料分析比较音乐家还有非音乐家的大脑差异 结果发现在钢琴家还有声乐家的大脑中 情绪中枢杏仁和跟所有脑区的连结 对比非音乐家有明显增加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杏仁和 它跟所有的脑部的区域的连结 那么这两组音乐训练的专家 他们都是增加的 那杏仁和本色是跟情绪处理 还有包括情绪政策特别有关的一个神经结构 那么它跟这个脑部的所有的区域的连结素增加 代表了它的情绪的表达跟情绪的感受 在这两组音乐家里面 那么它是有更完整的整合 但光看相同连结还不够 影视团队进一步比较声乐家 还有钢琴家的脑部结构 发现声乐学习会加强左大脑像是布罗卡区跟维尼克区 语言中枢的连结强度 而钢琴家则是要透过双手演奏 比起唱声乐会更频繁的用到左手弹伴奏音型 需要更多精细控制 进而增加了右大脑的连结 其中额中回是大脑额叶结构之一 主要在处理非文字记忆像是音符 另外位在大脑顶叶的圆上回 则是可以解读触觉信号 也跟空间和肢体位置感知有关 这些发现未来也能应用到音乐治疗领域 一般我们平常人在听音乐 不是做一个专业训练的时候 他的那个听音乐的是 大脑的神经活流是一回事 但是当你是专业 然后去用长期的一个音乐训练的时候 那个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声乐的训练 它就会增加跟语言相关的区域 这方面的各自之间的连结 以及跟其他脑部整体之间的整合 这种连结 那么它就会有增加 然后对于未来 比如说中波以后 那语言却有受伤的病人 那么就可以使用它 歌唱这方面的艺术的治疗 那么可以透过这种活动训练 可以因为神经可塑性的关系 可以增强它的互健的这种可能性 找到音乐学习 与大脑之间的连结关键后 未来遇到神经损伤或精神心理创伤的病人 就能回推 可以服以哪些音乐治疗 透过训练重新强化 大脑连结 走出困境